金融管理局處理總裁阮國幸表示 隨著美國持續加息 港元拆息已逐步上升 市民在作出一些置業、借貸 特別是按揭貸款等長期貸款安排決定時 必須小心考慮及管理好相關的風險 就港元近期鑽強一事 阮國幸表示見到港元資金轉為美元等外幣後 但還留在本港金融體系之內 銀行體系的總存款量仍輕微上升 看不到資金流出的情況 至於樓市方面 阮國幸表示 金管局的逆周期措施是為保障本港銀行體系穩定 並非針對樓價 未來是否會調整或減額 需考慮一男子的因素而決定 在祭中 再ancies 歐洲 歐洲